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2013南西江飞 决战明山全国将其冠军挑战赛 泰昂山五江战比赛 在这里冲动开赛 首先我的对手王帝是比较强悍的 确实反应很快 来到五江比赛 之前这五江也做了一些了解 就知道五江是八五军以前的起立 能来到这个地方应该说也非常有意义 这种比赛的我觉得非常好 形势灵活 而且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利用我们企业的进步 因为也很感谢这种企业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协会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每次比赛都有新的心得 把那种竞争的精神交给孩子的那样的 像来 虽然是一种台湾之类的活动 再一个也存在一种竞争吧 一个竞争意识 在这种地方比赛感觉特别有气氛 又能带着刚毕这种 其他国家的发展 而且还能让我们在这种红色的区 了解这种欲望 象棋的心声和Q象棋 我觉得是分不开的 因为借助Q象棋这个平台 象棋的娱乐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 还有与特技大师王天一去添火 竞争一个见面的机会 在这种复景区去举办比赛 自然会有很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个比赛 还更有利于象棋的推广 与知名的提升 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象棋比赛 复景区一种相辅相成 相对应该的这种效果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让我们共同志愿 各位参赛队员在红色五乡 这块湖地上赖窜家计 永多会关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盘棋 这盘棋也是红色基地 在五乡也是一个抗日战争 特别著名的基地 红方 徐建宏老师采用的是攻 那他们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很多棋手在分签的时候 都是愿意第一盘值后手 选后 那这盘徐老师选择了先手 第一盘棋选后的好处 就是说由于这种比赛是双局之 两局 就是说第一盘翻一 后手顶不住走输了 第二盘可以拿先手去拼命 选一些激烈的变化 那徐老师的他原来的 其一风格就是免礼藏身 对 比较稳健 曾经有人送他一个雅号 叫弯不断的杨柳 这个徐建宏徐老师是江苏太州人 成名在八十年代 八九年吧 对八九年拿的全冠军军 那现在呢 没有完全的再活跃在这个第一线战场 那也是培养出了像王斌啊 徐超啊 这样的非常优秀的这些棋手 包括年轻棋手里面 成名 朱小虎也是不错的 对 那徐老师呢 现在还担当了江苏区院副院长 平时事务性的也比较多 所以应该说呢 九叔战场呢 并不会过吧 但是这这盘棋呢 徐老师还是发挥了很高的水准 他采用这种过空炮 黑方王斌一的采用是三不虎 三不虎 然后红方呢 不左向掌横距 这样呢 细心的朋友呢 就能看到 这棋特别像啊 飞向队过空炮 对对对 走过来的这个棋 像先后手逆转的这个棋型 但是说双方这个棋呢 开局还是比较平稳 红方呢 渴望呢 获得一些呢 小小的先手 他走马花进酒 这棋就正地战了 双方棋局呢 也没有这种激烈的 波澜状况呢 这些对攻 就是看谁的阵地摆得好 看谁的架子呢 值得稳 红方局平气 准备从七路线呢 杀出去 他足气进一 天一呢 就是抓这个机会 赶快走足气 王斌一呢 是去年的 也就是2012年 新口状元 去年呢 应该说是 比较从容的呢 取得了这个冠军 另外如果你拉住他 他就马上进行登你 你拱了他就飞了 你这个炮还要再逃 那么因为他是去年的这个冠军 也今年和这个前年的冠军 孙永忠一块 代表中国参加这个今年举行的世界紧标赛 世界紧标赛呢 由来已久 今年呢 已经举办了第13届 对 那么今年代表中国队出征呢 是来自北京的王天一 女子的藤丹 对 还有来自上海的这个孙永征 所以张强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哎呀 这个 队员们都比较 非常努力 努力吧 冰淇一以后呢 黑方呢 不去对他 让他拱 这个王天一走的也挺有意思 王天一呢 这个七一风格呢 是比较泼辣 对 他比较喜功好杀 他这个选手呢 应该说是 没有真正的进过北京队 他最早呢 是在 选舞区少年工 跟孙小仙老师学期 后来到北京区院呢 跟这个北京区院的老教练呢 这个王国栋 还有方施庆 那后来呢 又进了 我当年那个 给他们小孩专门开的少年队 又学了这么两到三年 那后来自己呢 也非常用功 曾经有网友呢 把给送给王天一的 雅号呢 叫外星人 他下棋确实很有天才 王天一的算度也是非常的精确 那个棋风也是非常的 硬啊 对 他棋很硬 就是说他一般不选择很稳的 比如说可以复杂 可以简化 他一般都会很积极地去选择变化 这两天我也经常观众他参加市井赛的这个比赛的过程 他就是无论碰什么面圈 碰越南人的棋手 他也不是走的这种最复杂的变化 去纠缠 然后迫使对方犯错误 他这棋风格还是很有特色的 但是这盘棋呢 他没有发挥出风格 对 他是选择了比较稳健的 因为这个我想可能天一下这种比赛也不多 对 因为他毕竟刚得全冠军 跟这些往前冠军要对对的 比较少 少 他可能对对手也不是很了解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这种风格是否能够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天一这个棋下的还是试探性的招 还是挺多的 这种棋呢 就是黑方呢 显得也有些保守 对 本来刚才应该居平山 对 不要飞着 对 然后这个向岸说应该是向岸走 以后是回去 对 没错 这呢反而给红方呢 多少呢 有些机会 其实红方这个阵型要比黑方好看很多 对 红方这个时候呢 错失了一个战机 应该走马拉进四 直接就 来登他的中族 你马上来了 我正好去 中族失根了 因为你平时的话呢 是不是有打 对 红方这么一打 你这个很难受 你回向的话 他浸泡又一打 对 他将来还有一打 你这个地方有一些难受 人家走距将来 对人家先手 这里面可能还有机会住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红方如果走中马拉进四来讲 多少是会给黑方 带一些 制造一些困难 那你如果登的话呢 登我就 能顶住 以后 扎中鞠 你再顶我 将来我还是有打 对 没错 总之红方积极地应该马拉进四 但是红方呢 那个 徐大师下的有点保守 可能 毕竟毛天一呢 最近这个战绩比较好 威名在外 徐老师呢 可能想先稳住阵脚 先看 下的比较稳 对 其实两条 我在这儿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 我相信收看节目的 都是我们特别喜欢下棋的 这些亲密朋友 我们这次到这个太行山战啊 有一个特别值得一看的 就是太行精神的一个纪念馆 里面有当年在八路军总部 就是朱总司令下棋的一副棋 对 老一辈这个革命家呢 有很多也是上心迷 对 像我们所熟知的朱德元帅 对 彭德怀元帅 还有这个董碧武老先生 没错 这个等等吧 有很多 很多 包括这个已经去世的开国的这个将领 包括担任过这个中国全协会的这个 明日主席 主席的这个清洁伟上将 对 没错 等等吧 很多这个 前辈们都是非常喜欢下棋的 当年那副棋呢 还是 就是应该是一副木质的 但是磨得非常亮 看起来都已经发出那种金属的光泽了 所以我们当时去参观的时候 每个棋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 异样的那种感情在 对 因为象棋本身呢 就是威俗战争嘛 泡八瓶气后 开黑的走 七斤六 对 那么红方 红方必当了 老想去 他总想这个剧出来 那黑方肯定 先登你一下 先登你一下 那红方就去了林八 这个剧呢 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效率走低了 来回来去走 但是红方还是主动一点 然后他去 就有冲八 那黑方下的比较扎实 我觉得天一这盘棋 虽然说没有调剂 真正的波澜 但是棋局下的非常扎实 就是 天一呢 因为他也等于是 受过专业的熏陶吧 他对阵型呢 理解还是不错的 他跟这个普通的业余的 还是不一样 那当然 他拿到冠军了 而且他的棋还是比较正的 他泼辣是泼辣 但他并不是 像有的业余豪翔出身的 对 他蛮横 而且他 就有说 有的人呢 不太讲究 追求那种棋型 对 天一还是 不管怎么样去进攻 他自己的架子 不会跟你走的特别 天一呢 是有一年呢 由于个人原因呢 他休学了一天 据说呢 就那一年呀 他天天潜心的 专业 修炼棋艺 所以这个 横空出世 很多人呢 可能对他这个 刚一出道的这种成绩呢 有点惊讶 所以他个人赛呢 在得这个冠军之前呢 也连续两年 大五千六名 这个成绩也非常厉害 其实他是在 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小朋友 当然是 我记得是03年吧 这个当时在北京 就是亚洲锦标赛的时候 对对对 天一当时拿了 就是以全国少年冠军的身份 拿了这个全国亚 这个亚洲锦标赛的少年组冠军 少年组冠军 当时我就很惊讶 我说这个棋手 我从来没听说过 而且下的一路 就是过关斩将 那时候的亚洲棋手 少年还是很强的 曾经赢过红志 那红志把这个 对 冠军丢了 输给个尔城堡了 对对 曾经赢过红志 因为这个王天一 因为这个就开始了 他是否选择职业下棋 他也 很纠结 对 因为他学艺也不错 他在清华府中 这个读的高中 所以他那一段 家长的心意 是非常愿意 他走这个上学的道路 所以他有一阵 没怎么出来下 但底子还是比较好 后来又还是放不下 对象棋的这种热 对 马来近期 那我们接着来看 红方是走 前马近期之后 他炮七瓶九 边线吊住 这也不错 他也怕他将来炮的平三 有这个打 对对对 然后黑方走炮的平七 炮的平七 他还是威胁他 然后红方去炮七瓶二 准备扫着中足 这个棋是对黑方的 是有考验的一条棋 你怎么守 继续平五 没有 他先炮四平三 他先炮四平三打一下 看你这马的去向 你挑这他就可以考虑 换掉了 那这个大转换之后 就不怕了 红方七八进三 这部棋走得也很扎实 对对 朴实有力 还是留着这个线手 他不怕你换 这个棋应该是确实红方是 红方好 而且这边线的线手也在 有局面优势 对吧 然后黑方继续平五 局续平五 接下来红方走 像五进三 他先扣了他 这个棋啊 红方啊就是 是不是可以考虑 就这个 打病 吃先吃一下 这么换掉呢 吃也可以 吃也红的略好 就实实在在的 先多一个 对 但他没有 吃他可能怕这个换子 换子 其实这个棋红方呢 就是简单 马自信物 对掉是吗 这红方占用 因为你对 我拱你 你吃了我可以对局 对 我的位置 就是比较明确的吧 就是你的 局不好 黑方的局太晚 但红方呢 将来弃着中兵 九路 鞭炮呢 一定可以把黑方 一路都打掉 对 将来红方这个马 如果能活跃上去呢 对黑方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当然离迎齐的还远 只不过说 红方有这种好的前景 但红方呢 实战 他求稳了 求稳了 向我第三了 那么黑方 炮击机一快速 化解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对掉 那就对掉 就红方这个等于就 接受 接受这种平稳的局面了 我才尽量一打 这个形象就双方 棋谱呢 这个就差不多了 下到这 就双方同一作合了 对 那为什么同一作合呢 可能很多人 不解 这不理解 实际上这个棋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 简单往下摆一步 就是搭置黑方 要走居无平期 嗯 桌下 无论你飞或落 差不多 飞下或落下 那黑方可能强硬的出来 嗯 下部要捐二近期之类的 你要炮到平六 因为你不敢打 打了人家随时登像 那 敢是敢 但就是这个棋的优势呢 也很没用 那他就这样 对 登掉 它落掉 吃 当你这个炮 再打中兵的时候呢 正好黑方呢 这个马灯上来 可是 长灯炮 对呀 先手来回灯 连续灯炮 对 你现在 你再走 它再灯都可以 对 你再逃也没有 对 灯炮是拐着这个局 对 所以说这个棋子 基本上也形成军事 对 可能双方看的都比较远 那么索性就 呃 这些 他努力放在第二个 就不下了 对 这个洪方呢 可能徐老师主动提出合起 也显得比较有风范吧 嗯 那么第一局 那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那这盘棋呢 这个天一换仙了 看看怎么下 以为他会下这种 很激烈的变化 结果他一起手也飞向了 不知道怎么想的 呃 飞向局呢 实际上是楼中带刚 嗯 走飞向局的人并不代表着 不愿意进攻 对 对 也许呢 走飞向的人杀心还更狠的 没错 因为王提一就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看 当年洪若华胡老师啊 靠飞向 是飞向的绝对的第一高手 没错没错 独步天下 兵器机 嗯 这个骑马局呢 也是最后飞向的一个常见套路 嗯 洪方拱七兵呢 曾经有一度呢 就是认为呢 黑方有比较好的对抗手段 就是左炮 就是反架中炮 因为那个时都走马二十三 马八十七 对 局域平二 局有零八 风居 打地马 然后平居一千 那个骑局呢 成为了经典的阵型 嗯 这个布局啊 是由河北队的这个 这个现任主任队 盐文青啊 创造的 嗯 这个骑呢 由于我们这个北京队 特别我自己呢 走飞向局也比较多 然后就是 就琢磨这个骑啊 到底红的 这个能在什么地方 做一些文章 嗯 因为走其他变化 都不容易走出骑了 后来在这个 在这个去年下载联赛的时候呢 我对红制的时候 我就率先采用这个 炮八瓶器也算是一个新变嘛 但是实际上 很尖锐的一种做法 因为为什么这个骑 呃 之前没有更多人尝试了 因为感觉啊 这个中兵也没根 对 而且这个骑兵跟骑炮啊 这个走得那么 逼得这么紧 容易这个骑啊 给黑方反击的机会 容易下崩了 对 但这个骑呢 确实呢 你刚用的效果呢 确实比较好 嗯 这个骑今年 联赛当中呢 也有出现 包括这个 蒋川直红骑 也这么下 也战上了一个对手 战上了这个 这个骑 所以黑方没有打中兵 他下的足骨精一 先打中兵 跟先上足骨精一 总体来看 路数差不多 数字同亏 靠来这个骑呢 就是很多骑手 飞边向 但是这第一盘呢 我对红之下的时候呢 一般这个骑手总感觉 这个边向飞 有点飘啊 那会不会打个中兵 有点飞个正向呢 那动作也慢 被一蹬一送 再飞 他先不 这个是骑手的第一感觉 这个徐老师呢 可能对这个阵势啊 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毕竟呢 行政工作 还有教练的工作 多一些 可能对这个最流行的 最新的这种变招啊 没有很好地去体会它 非常不是特别敏感 这个骑下得非常尖锐 就直接冲了 这个骑就黑方 有很多种方法 我跟党匪党匪 走了一个举九级二 暗保 暗保 就是你冲我就摆拱 你打了我打一将 你吃过来 就是说这个骑啊 给黑方很多种选择 空间很多 但选择多的时候 犯错误的机会也大 没错 这个下降机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越选择少的时候 因为对方也是高手嘛 你就把他逼得很紧 他越容易走出最准的 往往他会 在紧迫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种骑呢 就是黑方这种选择呢 就是容易呢 被红方利用 那么当年我跟红志 我们在联赛 也是这么下的 你看 这个很多骑手 有很多共性 因为感觉嘛 黑方啊 都是这样 黑方快啊 也是不错 这个中兵过来了 马蹬出来了 然后红方走兵器平静 对 足不进去冲 觉得快 又归足 马又快 然后红方马挖进脚 因为这个骑要亮出来 而且相当于要聚发进四 这招起很大 那黑方呢 就感觉红方这个聚越太强悍了 所以他用泡片把它封住 对 这个肯定是骑手第一感觉 觉得中足过来了 我马也活了 而且你也控制不住 对对 然后这些红方怎么去发展 这个就很是 这个特别是没有直接 这个体会 没有深刻研究的 这个骑手 总感觉黑方形式不错 其实红智呢 当时也是 判断了 觉得不错 对 我对红智的时候 就下的是慢棋 对 红智也看了慢签 他就走了这 对 他感觉不错 但实际上红方这个棋呢 看似柔弱 而实际上呢 是比较凶悍的 嗯 这个足有点尴尬 对 这个棋呢 就是徐老师呢 他走足五平四啊 跟红智 这个变转不一样 我跟红智联赛下呢 红智走足五级 冲下来了 红智是这种风格 他觉得这个足现在挨着一下 离着向近吗 徐老师呢 觉得这个 让你这码头活了呢 他感觉应该 先控制一下 先控制一下 所以说这种风格不一样 对 我当时跟红智怎么像呢 他足五级 嗯 这个棋红方必须要走紧凑 因为这种级 黑方呢 也有很强的反对地 对 我让他走兵主平五 这可能是 黑方在临场当中呢 没有察觉到的 当时没有想到的 是吗 哎 把他这个马逼出来 然后 打药一冲 马七星六 然后马七星五 马七星五 哎 红方这个马呢 就是换到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换到这个 七星六 比较佳的位置 因为这是先手 这一登受不了啊 对 又登两个炮 又挂脚 那红智选呢 也不错 他走相三级 你一次 哦 非近五 还有点问题 对 近五你往前一扎 就够而向了 然后这个棋呢 我是什么呢 我是先登他 就次于要走队 黑方炮出去 来打 然后不理他 冲了 哦 要码五金六 登 那黑方走的登 当然我们俩实战 后来红智呢 也提出了一个改进的走法呢 也是不错 但这棋很复杂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大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当时下的这个 前面这个片段 我一平 就准备挂脚 可以补 挂脚很厉害 他只能补 然后一抓他 全是先手 那他打掉了 打掉 因为你不能出去 出去又把自己又蹬出去了 对 再平局一吃炮 然后局一平三又吃 他补的这个是 反正总之呢 你看 红方通过先去后取的手段呢 他把炮吃回来 又吃回来了 最终 他怎么快啊 这个马兵太厉害了 后来这个进城后就是G876 把这个卡住了 变成这个中足没用了 这个冰随时可以把它拱 这个棋后来洪志下得很艰苦 这个棋确实黑方不好下 对 临场确实有备对无备也很重要 你对这棋有体会 你有准备 你跟这个临场现想的 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对 那走到如图这个局面呢 这个棋还是这样 对 它是走足舞平四 对 应该说呢 比足舞鸡效果要好一些 然后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还有好棋 因为天一呢 肯定是熟知这个棋 对 它敢于在这个明山站 选择这种布局呢 心里还是有很多准备的 红方马进巴 这个也是黑方不容易想到的 这个都不是 这感觉都偏了 对 怎么能往这跳呢 对 但这个很有效 为什么他下不要拱兵 把那兵蹬回来 这感觉肯定是拱一拱 这个里面 怎么拱啊 这棋的拱空 这是最好的招 这棋觉得确实挺怪的 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棋呢 那么黑方要处理 黑方怕丢了一个足啊 他走足三级 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呢 红方在把黑方这个马呢 扣他表态 这个也是好奇 就这种鞋啊 需要走得很紧凑 看色啊 松散 实际上 相机也非常讲究这种 有机的统一作战 叫什么 行散神不散 这个样子 你看着这个马 蹬的这个挺邪乎的 但是红方呢 他遵循这个道理 因为他这个局部啊 现在等于双方交锋了 这个呢 局部你的手段还得跟上 你看这个棋黑方没敢上 上这连着一拱怎么办 他跳 然后再上 你再上 红方正好 把你封住 他这不类居跳出来 你这个马看似难看 但是你黑方 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棋呢 应该说 这倒也是 确实也没什么招 还是红方 因为他这马能进啊 对 你有问题的时候还能进去 那徐老师这个棋 我估计临场看着看着 他就看得如意眼晕了 就看晕了 对 因为为什么 这个棋他没见过 有倍对无倍 马五退六了 他马五退六这周棋就是坏棋 即便退也得退棋 但是不肯呢 怎么肯呢 他退六看似活 实际上这个前途不光明 走这反而安全 因为你退六以后 如意被红猫利用 马而进 他应该走马五退棋 将来再马挖进酒 这看起来动能慢呢 但是比较安全 要加一切是值得 想那个写出来 这个马就很灵活 这个符合 他你看 他回去的目的是为了蹬出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马呢 他很尴尬了 他怕红方这个连续动作捉到 对呀 他这个 那你虽然出来了 但是Bingo 对 他这Bingo老乡了你 对 那么他有马自驾了 这个棋又不好 雪上加创 那这个交换你就吃亏吃大 等于让红方呢 吃亏吃大 毫无这个亏所 把这个解决了 你这个再交换掉 你等于这个黑方满盘就走了这么两个字 而且还都是后手 对对 关键是你后面全是后手 确实是这个平时啊 这个这段处理 投入研究 钻研这棋的时间少了 明显看出了这个棋树的这个技巧 这个确实是 这个 一桌 这红方都是先手 那怎么办呢 对呀 人家红方 G块 你满盘 黑方的G都没动啊 这个有点麻烦了 对 所以说啊 现在这个比赛 对于棋手要求来讲啊 越来越全面 对 你不仅有比较好的这种基本功 你像徐天空老师 他的棋风也很细腻 而且这个基本功也相当不错 对 藏区走得也很好 对 他这个当年就是活跃在一线的时候 快骑 还时不常的像旅亲啊 什么这个 还有些上家的表现 对 对他们也形成很大的威胁 那这个他马一推二了 对 天一比较灵活 他没有平居出居啊 还是想把马走活 出居也没有问题 这个都是 那肯定是没问题 这都是一个正确方向 范畴里面 出居呢 就是说也是活方产救 他但是回马呢 可能立根见影 他马上就对你形成威胁 他觉得我居也马上活 马也马上活了 那样的话 你马暂时还出不去 黑方反正炮酒平八呢 他怕将来一捉呢 对 他炮酒推二了 把你这个捉死 他有这个危险 对 因为你平在这 他捉你兵 你兵下来 他将来跳个马 平在这他可能简单 就先跳个马了 下一招再捉 是 都是先 捉也行 让你剩两个奔马 对 也可以 总之呢 黑方 回 选择 居一近四 这么一 这个棋就是明显的 那红方现在已经大优了 对 大战优势 就是红方两个鞠太快了 黑方两个鞠都没动 就鞠的位置太好了 简直 对 所以说 这个棋呢 徐老师呢 并不是说水平不平 你看这个组啊 一个组跟一个组换掉 这个可以 对 他输在呢 这个开局准备上 对 他对这个棋啊 没有任何的了解 然后 忙碌当中 特别是这种快棋呢 要求人的这个 反应要快 他十六近五 这个组也保不住 下的他也是 我把他先飞 先飞了一下 他一吃 那没办法了 反正一样了 捉 吃掉 要补 补 这个棋呢 就是看 红方这个王天印呢 在 优势的局面下呢 怎么来控制局面 怎么来 对 他先拘了这样 把这个马锁住 锁死了 马八近九 边族先守住 因为这个棋 你黑方要拘一片出 他也不怕 他就直接冲下去就行了 可以直接冲 对啊 而且还有扫兵 对 他先马八近九 护住 马二近一 嗯 对 他省了姜 G9平八 这种姜呢 开始红方也不怕 因为你只有一个炮下来 G9平八 他兵八平七 G8进六 对 这个棋啊 次序这个很重要 G8进六 然后他炮二平四 走 就是红方先平兵呢 他走的也很心意 对 G8推二 盯着这个马 这个棋可能黑方反强点考虑反弹炮车 他现在G8推二张强时间关系 我们快把后面几步给大家摆完 好 他兵器进一 他平均一根 对 他G8进四 对 他现在G8进四 G8进四 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嗯 G8平二这么牵住 防止了炮八推打 对 炮九平一冲 嗯 向武器一飞 嗯 这是好趣 对 然后等于护着这个兵下去了 走到这儿呢 就是说黑方呢 一看大势已去呢 嗯 索性就投资争负 等于是把这个马压住之后 就顺着怎么兵冲下去 把这个马拱死 对 一点这个反击的余地都没有 是 啊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等于是输在这个开局准备 对 没错 然后呢 被红方的这个中局呢 这个抢出两个局 是 逐步扩大了战果 是 嗯 那有关这两盘对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嗯 那好吧 那这盘棋呢 王天忆也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一胜一合晋级这个总决赛 那今天的对局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